记录生活,分享美食 欢迎来到御膳房美食生活 秋末的绿番茄怎样变成可吃的红番茄呢? 不经意间,已经是秋末双酱了 于是,急急忙忙的把小菜园里 没有成熟的绿番茄摘了回来 这也算是今年最后秋收的一部分了 很多人都知道绿番茄还有楼葵茄 对肠胃有刺激性和腐蚀性 而且还有麻痹中枢神经等作用 不能吃的,即使加热了,龙葵茄依然存在 我先把由冻伤的和破损的挑出来不能用了 我利用晚饭后的空余时间 找来了每周发来的广告报纸 当然也可以用厨房纸巾 把绿番茄一个一个的包起来 摆放到纸箱里 番茄不用洗,不要沾水 就这样,无论大小 全部包好,放入纸壳箱后 我还在上面放了两个香蕉和苹果 因为它们释放的乙烯有吹熟的作用 可以让绿番茄快速变红 盖上盖子,不必密封 我把它们放到了地下室 这是四天后我打开箱子查看的结果 我也很想知道它们变成什么样子了呢 这个算是变了一点点红,还没有到能吃的状态 这个呢,它已经变红了,是可以能吃的了 真不错 这个看起来还需要一段时间 这是几个包在一起的小番茄 看看怎么样 黄颜色的一定会比绿颜色的早熟一些 把变红的能吃的番茄挑出来以后 其余的继续存放在纸箱里 过几天就会又有变红的可以吃了 就这样,不能吃的变成了好吃的 简单吧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你订阅和喜欢我的频道 咱们下期再见吧